德云社拜年已经成为了每年过年大家最期待的一个节目 特别是越门的两位徒弟 作为德云社辈分最底层的存在 在舞台上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但一到过年这两人就翻身浓奴把歌唱 拿捏每一个诗书 拜年地点也是千奇百怪 从麻将桌上突然地拜年 到春晚后台孙岳刚一下台 就被刘晓婷拜年要红包 今年更是堵在师傅家门口收拜年红包 还一次给两位师叔拜年 不得不说拜年是被越门徒弟玩得明明白白 先给老公包告诉我们家没人 要给老公包帮他们宰家 哎 师傅 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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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操作都被烧饼的儿子拜年方式给打败了 单单磕头 拜药红包对于烧卖来说太简单了 烧卖直接是先礼后兵 据烧饼讲述 在过年期间 烧饼一家在三亚偶遇秦宵贤 看到老秦烧饼则是让烧卖给秦宵贤拜年 没有想到烧卖先是问好 随后还把自己的玩具给老秦作为礼物 这个烧卖在三亚偶遇秦宵贤 老秦收到烧卖的礼物也是一连猛 还没整明白怎么回事呢 没有想到烧卖来一句该你还礼了 这一句给老秦整得哭笑不得 现场的观众也是哈哈大笑 今天有点懵啊 孩子送我一礼物 刚刚有说谢谢 我说再来一句 该你还礼了 这家店都愣了五分钟 可现在收卖都这么要东西了 那也不能问起你 他就送我一礼物 让我还你一个比赛还真没交手呢 结果 结果老秦 推了一车 那个超市 张超就给买一礼物 是吗 没办法 要不走不了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烧卖以后一定有发展 过年拜年方式都别具一格 还让二哥和上小局学着点 德云社拜年的梗 如今有了烧卖的加入 让包袱更加的有趣和生动 老秦也非常的大气 烧卖就送一个玩具 老秦直接还一车玩具 不得不说 富二代就是不一样